剛剛下午的最新消息 是11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初五的年增是2.35% 這已經是連續16個月 破了2%的通膨警戒線 現在大家對於物價的上漲 非常有感覺 而且很多人每天喜歡喝的手 咬飲又要變貴了嗎 因為現在說 使用台灣茶葉的這些店家 因為今年天候的關係 所以茶葉的產量 已經減少兩成了 所以業者的成本壓力很大 不排除要漲價 珍珠道路瓶中 怎能少掉靈魂主角紅茶 尤其重品質的店家 往往會用台灣茶取代越南茶 因為口感滑順 帶有甜味 不過成本的壓力 卻是越來越沉重 以高山茶或紅茶來講 其實因為語句多 它的茶的產量 勢必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因為採受受影響 那以目前來看 大概影響到1到2成左右 那這個部分 其實我想其實是一個 天氣必然影響的關係了 以日月潭紅茶來說 本身就比一般進口紅茶貴 2到3成左右 一包約700塊錢 減產狀況之下 價格可能會再貴200塊錢 一家店一個月大約用掉 兩包成本就多塊500塊錢 等於一個月就要再多搖10杯珍奶 產量少呢 或者是主要是因為只要它有價格有波動 對我們的壓力當然會有一定壓力了 但目前看下我想其實都還算是正常穩定供應中 手搖引暫時凍漲 但送禮或自用的高檔茶葉已經悄悄喊漲 茶葉經過沖泡後 口感香氣更加強烈 想體驗泡茶的魅力要墊墊荷包有多重了 因為主要產茶的區域受到天候影響 錢量都大減一半左右 也讓批發價格比起去年同期3000塊錢 還要再貴200塊錢 漲幅約6%到一成左右 半斤一斤這樣子 這一年大概半斤多少錢 一兩千塊吧 就加5塊加5塊 然後就是往回看的時候 原來已經差四幾塊了 二十幾塊了 但看看11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2.35% 已經連續16個月衝破2%的通膨警戒線 通膨壓力依舊是還沒緩解 東森財新聞 彭德玉玲浩宇 台北報導 看盤中算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24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